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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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心情付出没有白费 主人家对她的工作成果十分满意 慷慨地给予了她应得的工钱 来拉手捧着来之不易的工钱 心中满是欣慰与踏实 她带着孩子匆匆赶往商店 精心挑选了一些生活必须的物资 随后便向着那座没有屋顶的房子赶去 一路上她的脚步虽略显疲 但眼神中却透着坚定与希望 她知道生活虽然艰难 但只要自己不放弃 就总有一线生机 而在网络的世界里 许多网友都误以为老者对自己女儿的行踪漠不关心 实则不然老者与女儿吵架之后 内心满是痛苦与自责 她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 独自坐在窗前 望着远方女儿可能身处的方向 心中默默牵挂 她一直在四处打听来拉的消息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 尽管目前还没有来拉的下落 但老者从未放弃寻找的决心 她坚信总有一天她会找到女儿 将她带回温暖的家 她会用自己的爱与关怀 化解妇女之间的矛盾与隔阂 让这个家庭重新焕发出往日的温馨与和睦 请大家相信 老者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完成这一心愿 让莱拉重新回到她的身边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莱拉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怀抱着孩子 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去 一路上她满脑子都是今天工作的辛苦 以及对家中那简陋 却温暖小窝的期待 可当她快到家时 却敏锐地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用来压门的石头竟被挪动了位置 她的心瞬间悬了起来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当下便加快脚步冲进了那破旧的小屋 一进屋 眼前的景象让莱拉惊触了一身冷汗 只见一个老头正躺在屋里的地毯上 不知是睡熟了还是怎样 没有丝毫动静 莱拉的心跳陡然加快 恐惧和疑惑交织在心头 她壮着胆子大声询问 试图唤醒这个不俗之客 在她的呼喊声中 老头终于悠悠转醒 待老头清醒过来 莱拉定睛一看 这才认出 她正是前几天来过的那个老头 想起之前这老头欺骗阿祖法的事 莱拉心中警铃大作 暗自私存着她此番来到自己家 到底怀揣着什么目的 莱拉强压着内心的不安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 开口问道 你到我这儿来是有什么事 老头慢悠悠地坐起身来 脸上堆起一副看似和善的笑容 说道 姑娘啊 我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在这破地方住着 实在是太可怜了呀 我是真心想帮帮你 我城里有房子呢 你跟我一起回家去住吧 也好让你和孩子过过舒服的日子 莱拉一听这话 心里便明白这老头肯定没安好心 当下就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不用了 我在这挺好的 不劳您费心 老头却不死心 指了指四周简陋又透风的屋子 继续劝说道 你看看这破房子 冬天到了得多冷啊 跟我回城里的家吧 家里暖和着呢 总比在这挨洞强呀 莱拉的眼神变得愈发坚定 她紧紧地抱着孩子 毫不退缩地回应道 我自己的房子 我自己会想办法修复的 不用你操心 你还是赶紧走吧 此时的莱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尽快把这个老头 从自己家里赶走 毕竟她欺骗阿祖法的那些过往 还历历在目 她可不想重蹈覆辙 再次被这个老头给骗了 可那老头似乎还想纠缠 没有要走的意思 莱拉健壮 心急如焚 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了用警察来吓唬她 于是她故意提高了音量 严肃地说道 你要是再不走 我可就打电话叫警察了呀 私闯民宅可是违法的行为 老头一听这话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 犹豫了一下 似乎是害怕真的招来警察 便灰溜溜地站起身来 一边往外走一边嘟囔这些什么 看着老头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门外 莱拉这才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老头居然如此恶劣 不仅未经允许就闯进自己的小屋 还妄图把自己和孩子骗到她家去 想到这儿 莱拉不禁一阵后怕 同时也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上她的当 成功地把这个心怀不轨的老头给赶走了 老头儿 你们家会做出最后运勒 看着你 让我们知道 我们来干了 我们来开始 我们来砸好 今天的房子 我们来说